其实过去18年以来呢 我一直从事着美容的工作 我也有7年相关的研发保养品的经验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许许多多人都非常认同我的保养品 然后呢 支持我的保养品 于是呢 我就在想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可以让我一方面呢 持续地进行我的研发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可以因为呢 有更多的朋友的支持 让这些好的保养品呢 累积出来的能量 更能够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于是呢 Naruko就诞生了 其实它就是我的名字 那为什么我用这个名字呢 可能呢 大家不知道 Naruko呢 是一个日本的地名 它那边呢 枫叶很美 而且产气气 那另外呢 其实Naruko呢 是来自希腊的这个外来字 这个日文代表的就是希腊字的这个Narcissus Narcissus呢 可以解释成水仙花 也可以解释成水仙花情结 也就是自恋情结 那所以我的名字 或许可以说就是一个自恋的男人 或是自恋的男孩 现在这个名字呢 不仅代表我 不仅代表老牛 我也希望呢 献给大家 让所有的人呢 都能够更喜欢你自己 我希望用Naruko护肤品的人呢 都能够借由此呢 皮肤越变越好 越爱自己的皮肤 同时也越爱自己 其实Naruko到底是为谁设计的呢 我只能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Naruko 但是呢 我特别心里想要针对那一些 都会女性上班族 因为这群人 正跟我以前18年来的工作是一样的 所有呢 从事上班族的人 相信每天在你上班下班 然后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 你一定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比如说环境中的压力 然后时间对你而言产生压力 那另外呢 繁重的工作 对你造成的压力 还有呢 长期处于 这个空调系统下 对肌肤产生的压力 这种种的压力呢 都会对我们的肌肤 心灵 甚至我们的肉体 都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因此呢 我希望拿路口这个护肤品呢 它可以解除你这些压力 常听到人家很多人说 便宜美好货 其实这句话我一直想打破 因为呢 我从来不认为护肤品 一定要卖得非常的昂贵 就是好的护肤品 所以在拿路口里头呢 我完全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 因为呢 我们跟自己多年合作的这个工厂来结盟 同时呢 我也很感激 我们的团队呢 大家都有这样的认同 也就是 我们不求多赚多少钱 我们只求提供最合理的价位 然后选择最好的原料 然后呢 试验出最棒的配方 来提供给所有喜欢护肤 甚至是说 喜欢拿路口的朋友们 拿路口呢 希望给您的印象就是 它是一个可以媲美国际品牌 国际大厂所生产出来的高级护肤品 但是呢 它的价格呢 却又是属于国民价格 人人都可以买得起 那至于说现在我自己 出的这个拿路口护肤品 跟过去七年的这些保养品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 我是直接了18年以来 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一些好朋友 我们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team 那这些人当中呢 有人擅长在设计 有人擅长在行销 有人擅长在化妆保养品的 这个配方上头 那所以呢 我们直接了相当多 许许多多年 在美妆行业里的经营 组成了一个品牌的team 所以呢 你可以说 拿路口是一个代表農儿的品牌 但是呢 我却可以这样说 就是拿路口呢 也是一个很坚强的 很有实力的美妆团队 所打造出来的台湾品牌 跟肌肤谈恋爱 拿路口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我一样的一样的